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 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已经开始调查 石油行业是否参与了哄台汽油的价格 报道提到这项调查的范围很宽泛 包括纽约州的整个供应链 这是油价攀升以来 美国第一项针对石油行业的官方调查 美国的汽油价格从2021年以来开始上升 而在今年2月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更是急速飙升 上个月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美国将在未来6个月里 从战略石油储备中 每天释放100万桶来解决快速上升的油价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 周四全美平均汽油价格为每加轮4.074美元 约比一周以前减少8美分 新唐人记者韩瑞纽约报道